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的冰品一定要有上等的牛奶做原料 这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开始 因为最近有一家不得了 了不得的大企业 矛头企业 茅台决定卖冰淇淋 这个推出来以后呢 我不知道卖得好不好 因为它只有在那个淮仁寺的茅台镇 这个茅台大酒店里头销售 这样的一个冰淇淋一份39块 那你说贵不贵呢 我也不知道贵不贵 但是贵和不贵不重要 问题是好不好吃 这个茅台在国内的名气 这个当然是无人可以批底的 至少呢 现在还是A股的股王 那股王呢 这个卖酒之余呢 想要卖冰淇淋 这也不是一个新鲜事 听说三年多前啊 就在天津 茅台也推出过这个茅台冰淇淋 但是呢 后来呢 是雷大雨小 无疾而终 这个现在呢 这个天气热了 茅台呢 趁着这个季节呢 推出了茅台冰淇淋 万民哥看了一些报道 很多人认为啊 一定卖不好的 觉得茅台做冰淇淋生意 有点假情假意 这个所谓啊 这个茅台美酒冰淇淋 欲藏酒店大厅来 只在这么一家地方 去卖茅台冰淇淋的话 就让觉得太不专业了 这个食品或者饮品 或者酒类的商品啊 它都有一定的专业性 大家不要看这个卖酒 卖酒的学问也很大的 万民哥过去在台湾地区啊 跑过烟酒这个行业 一直认为 卖烟酒的地方不都是在一般的杂货店啊 便利超商啊或者量饭店 那这些东西要卖出去就有好的通路嘛 那只要能够掌握通路的人 去卖酒的话那有什么问题呢 偏偏就很奇怪 打个比方说 这个卖饮品 卖汽水 卖碳酸饮料 卖牛奶 他们也在这些铺货 但是呢 他们由本领 去卖碳酸饮料 卖啤酒 卖这个乳品 但是就卖不好烈酒 不同的行当 虽然在一个地方去卖 但是你不见得做得起这个生意 也就是说 茅台卖白酒很厉害 这个名气 对不对 那没有人可讲 没有人比得上 但是你叫他卖 这个快销产品 冰淇淋了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虽然呢 都是从嘴巴吃进去 吃到肚子里头 但是呢 不同的行业里头 它的专业性的要求 也不一样 但是啊 就茅台这么大的企业来讲 其实 这个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人 一样 如果透过 有效的行销的话 万民哥觉得这个生意 也不难做 大家都知道 这个茅台酒 经常卖到脱销断货 飞天茅台售完 你要在一般的市场上 去买到的话 还不容易 还要加价等等的 然后按盘又多 那没关系啊 如果 这个冰淇淋卖不出去 可以搭售啊 什么意思呢 你要买我一瓶茅台 飞天茅台的话 必须买一箱冰淇淋 也许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人家为了买 飞天茅台 这个就不得不去买冰淇淋 如果用这种方式的话 万民哥觉得也不是没有机会 因为毕竟呢 这个茅台虽然最近的价格 这个有点回跌或者修正 但是在市场上呢 它还是有一定的口碑 所以能够运用 它在白酒市场上的优势 这个特别是 这个茅台的市场 大家都知道是个卖家市场 这个卖酒的人 比买酒的人 讲话声音大 那权力呢更大 这个就是茅台这个酒品 还有这家公司的 它特殊的经营形态 这是别家比不上的 多数的这个商品 都是买家市场 客户最大嘛 但是在茅台不一样 茅台刚好相反 卖酒的最大 所以呢 这个情况之下 它真的要卖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但万民哥也稍微了解一下 茅台跟冰淇淋呢 还真的不是一样的市场 这个图所显示的 是中国冰淇淋市场的结构 48.2%的是女性消费 51.2%是这个男性消费 那就年龄层来讲 这个主要最大的消费群 是35岁到44岁 占了20.2% 15岁以下的这个青少年 或者说是儿童呢 只占了18% 排第二位 这个倒让我感觉到很意外 因为在外民哥印象中 好像吃冰淇淋的大多数 都是小朋友比较多 没有想到这个 最大的一块市场是 34岁 最大的一块市场是 35岁到44岁 把这个结构 跟大家拿来分析的话 我们可以做一些理解 第一个 茅台的市场外民哥敢跟大家打赌 95%是男性 5%可能是女性 就是喝茅台的一定比较多 冰淇淋呢 是快销 或者说是 这个即时消费的这个市场 跟商品 那茅台呢 茅台的市场有一半是用来收藏或送礼的 那这个两个市场怎么样把它结合在一起 可以呢 让吃冰淇淋的人去喝茅台 喝茅台的人去吃冰淇淋 这个学问其实就很大了 这个外民哥在今天 这个基本上没办法提出这种解决方案 也找不到相关的理论 那就是看茅台 贵州茅台的本事了 就像贵州茅台 它可以卖酒 它也可以开酒店 当然感觉上那叫酒店 生意可能做得不怎么好 到现在开了那么多年 就那么一家 就在茅台镇那么一家 这比较可惜一点 不然让大家也很想 住住茅台酒店 喝喝茅台酒 看看那个味道是怎么样 但显然 这个茅台 贵州茅台公司 赚白酒的生意 都已经数钞票数不完了 他可能没有闲工夫 去赚这种小钱 所以呢 茅台卖冰淇淋 也是考验 贵州茅台的真心诚意 如果卖不好的话 那外民哥觉得 这家企业的良心 或者诚意 就不值钱了 但不管怎么样讲了 这个 他们要做新的尝试的话 值得去鼓励 但大家一定会很 这个疑惑 就是茅台酒做冰淇淋 味道怎么样 外民哥替大家 做了一个假想 你呢 拿了一个酱香酒 不要那个浓香型的 也不要清香型的 就拿酱香酒 也不见得是要 这个茅台 这个中国西南方 这个很多地方都 产这种酱香的酒 对上 这个内蒙古草原 生产的鲜乳 把它调一调 然后加点糖 如果你还想变点花样的话 可以放点草莓 放点巧克力都可以 看看味道怎么样 基本上呢 外民哥靠自己 有限的想象力来讲 觉得这个味道 很值得考验 很值得考验 但是这个随即上 又有一个问题 这个茅台冰淇淋 到底算是 酒精饮品或者食品 还是一般的食品 因为这个很重要 小朋友依照规定 是不能使用酒精类的 这种饮品或者产品的 那茅台如果是列为 酒精的这种产品的话 那他这个18岁 20岁以下的这些年轻人 他可能就不能够卖了 这个也是要厘清楚 要想清楚的 所以这个贵州茅台 去卖冰淇淋 其实给大家很多 这个想象力 这个冰淇淋也不是 什么新玩意儿 这个根据万民哥的了解 宋朝的时候 这个开封城里头 就非常流行 在夏天的时候 吃冰淇淋 什么冰雪冷原子 这个冰雪梅子酒 等等的 其实都是冰淇淋的 变相商品 那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宋代有没有冰箱 哪来的这个冰淇淋呢 万民哥跟大家讲 古人有古人的办法 大多数都是在寒冬的时候的 到河里头聚几个大冰块 放在地窖里头 所以有人讲 北人冰雪做生涯 就是北方人用冰雪 对不对 这个做生意 一窖冰雪活一家 就是一年夏天能存一个地窖的冰块 冬天的时候拿来做冰镇 或者直接饮用 照样可以养国一家人 而且这个买卖生意还不错 这是冰品的市场 这个小生意 这个学问大 那大生意那更不得了了 今天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全球的大中商品 跨国公司 加能可 这个摊上麻烦了 为什么呢 这个他认罪了 这个从2018年开始 美国 巴西 英国 瑞士 就联合起来 对这家公司进行调查 美国很简单 美国有这个所谓的反腐败法 他可以常被管辖 他看哪个国家不顺眼的话 只要他用美金做生意 美国人都可以把他的黑手伸过去 打个比方说 万民哥透过美金 买卖这个商品 影响到美国人的利益 比如说开咖啡店 影响到星巴克的生意 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 就可以根据 他的这个反腐败法 来修理万民哥 那他证据怎么收集 怎么去调查 那是一回事 在理论上 他是可以那样子做的 这个用这种方式呢 这个可以为他干预 其他国家的内政 提供这个借口 这就是美国可怕的地方 这个美国人讲国际话 万民哥跟大家 这个说个实在话 只有两个字形容 就是放屁 这个话讲得很粗鲁 因为美国人没有国际话 美国的国内法 是优于国际话的 全球200个国家 这个199个国家 认为美国是错的 但不重要 美国人认为他对了就好 所以国际公约 对美国人来讲 这个有实用价值的就用 没有实用价值的 踢到一边去 那加能可就是得罪了美国 所以从2018年开始 美国就动员英国 巴西 瑞士 这个调查 加能可 这个试图掌握国际原油价格的 种种不当勾搭 那根据呢 美国人所调查出来的结果认为 加能可 这个透过贿赂的方式 收买了一些非洲的产油国 包括尼日利亚 这个新巴威 这些国家 甚至于委内瑞拉 这个美国最头痛的 这个对手 还有苏丹 这些国家 影响国际行情 这个让全球的投资人 能受到重大的损失 那加能可是一家 什么样的公司 2019年的时候 它的营收来到了 2150亿美元 在全球 外面跟大家看来 找了一张地图 只要有红色的部分 就是有家能可去进行原物料 采集的地区 比如说 这个在巴西 它做铁矿 在非洲 它做石油 在澳洲呢 它做煤矿 做镊 在俄罗斯呢 这个矿路非常的丰富 所以呢 它的买卖更大 那在美国 在加拿大 它一样 也有采矿权 所以 这个生意是做到全世界 那它的影响力呢 也 不是一般公司 可以比得上的 我们看这张图 是全球家能可 有44家子公司 包括在北京都有子公司 但是我们中国比较好 我们中国呢 可以跟你家能可做生意 也允许你来做生意 但是呢 国内的天然资源 不允许家能可 这个插手 很简单 这个中国人自己的农工原物料 要抓在自己的手上 不能够被国外把持 这个中国是一个 14亿到15亿人口的大国 也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每年所要使用的 这个工农原物料 这个不但要养活14亿人 还要供全世界 这个使用 所以需要的原物料 一定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尽可能的 要掌握到这些来源 不会或者不轻易 被国外所掌握 这就是咱们国家的基本立场 但是呢 家能可不一样 外民哥替大家找了一篇报道 这个国外呢 是怎么形容 这个家能可 这个标题是这样讲 从西伯利亚到宾岛 从西伯利亚到宾岛 西伯利亚是俄罗斯嘛 宾岛是北欧的一个小国 然后呢 Santary Alumi 叫做四季旅 四季旅旅是什么公司呢 是美国最大的鲤岛集团 也就是说呢 家能可呢 生意呢 从俄罗斯做到北欧 做到美国 你就晓得 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 不同制度的国家 家能可都可以悠游自在 然后呢 Galenco and the Insidious 什么意思呢 家能可这家公司是 Insidious Insidious是英文 翻成中文 叫乱伦 就是关系非常紊乱 的一家公司 你就可以知道 这个 那它呢 最主要是什么样呢 World of the Mining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矿业公司 当然它也做巧克力 也做小麦 也做葵花籽油 但是呢 90%的业务就是矿产 这就是家能可这家公司的特性 你会觉得 外国人用Insidious 这家公司去形容家能可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奇怪啊 从某个角度来讲 它跟黑道也没什么差别 或者呢 黑白两道套都通吃 这个有人会讲 外民跟讲话会不会太武断 外民跟大家介绍一个人 这个人叫马世民 马世民什么来头呢 1960年的时候 他20岁 这个投校法国外籍兵团 曾经在北非呢 跟当地的独立分子 阿拉伯人 贝都英人 还有这些散族人 打仗 很遗憾 他们有到越南去打仗 大家都知道 法国的外籍兵团 在全世界是非常有名的 因为这个法国人 从19世纪末以后 生活都比较优渥一点 所以一般法国的年轻人 不愿意这个吃苦 到国外或者冒着危险 去打仗 那法国政府就组织了这个 外籍兵团 全世界招募 重心招募 雇佣兵 所以法国的外籍兵团 名声非常响亮 但是也是臭名昭著 争议也非常多 这个1990年的时候 这个有一个马世民 他就写了这本书 这本书呢 英文叫做Legionary 就是外籍兵团 中文翻译是 从顶尖的兵团到大班 什么叫大班呢 就是香港有很多的洋行 洋行的总经理就叫大班 这个马世民呢 当了五年的 法国外籍兵团的雇佣兵以后呢 退伍了就跑到香港闯天下 当过颐和洋行 当时也是一家英国很有名 的颐和洋行的大班 后来被李嘉诚延揽 进入到长江实业 黄埔合计 等于是这个李嘉诚的左右手 大家可以看右边这个照片 就是他后来在香港任职的时候 在办公室里拍的 你看后面那个大楼的背景 就是香港的背景 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 他就跟佳能可有密切的关系 有什么密切的关系呢 这个马世民后来离开了 这个李嘉诚以后呢 就曾经当过 佳能可公司的董事长 所以这个人很不简单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也担任过国际精品集团的 这个负责人 在国际这个政商圈里头 这个享有非常高的知名度跟影响力 那更了不起的 这个人呢 还搭上了军火生意 大家都知道 这个索马里海盗非常可怕 很多船要经过索马里亚 或者雅丁湾的时候 都会担心被这些海盗打劫 2013年的时候 马世民那个时候 还在当佳能可公司董事长的时候 就成立了一家海上保安公司 或者保镖公司 叫做台风 叫做台风 这个你就可以想见得到 这个人啊很不单纯 那这个台风的海上保镖公司呢 他的成员主要来自哪边呢 就是英国的海军陆战队 这个最高的时候呢 大概有400人 全部都是从美国 或者英国的特种部队啊 这个下来 或者退伍的这些军人 其实所干的事情 就是这个雇佣兵的角色 除了这个之外呢 佳能可 事实上他在全世界打天下呢 特别是在这些开发 或者新兴国家 包括非洲这些国家里面 都雇佣了大量的雇佣兵 他可以为了这个一般的商船 或者佳能可公司 自己的船队的安全呢 成立这个保安公司 找英国 美国的海军陆战队 同样的他在非洲呢 对不对 也可以去找俄罗斯的特种兵 退伍的特种兵到俄罗斯 帮他打天下 那这种人 大家想想看 会简单吗 所以佳能可今天会摊上事情 万民哥跟大家讲 他绝对不是贿赂那么单纯的 一定是他侵犯到某些人 或者某些国家 某些集团的利益 否则这个佳能可 做大宗商品 也不是做一年两年 做十年了 他是做十年 二十年三十年 是一家老资格的公司 他这么多年 作风行事始终如一 为什么以前没有事情 那现在被美国人 用反腐败法来追究责任 当然最新的结果是 加仁可跟美国政府 这个达成的协议认税 赔多少钱呢 赔150亿美元 150亿美元对加仁可影响大不大 还真的影响很大 他估计一年可以赚个200亿 到300亿美元不成问题 尤其万民哥可以跟大家 大家大胆的假设 今年加仁可绝对是大赚特赚 为什么今年的国际粮食 还有石油能源价格大涨 我们就不难想象 他今年可以赚到多少钱 但这个事情 大家不要光看表面的新闻 而要看他内在里面 到底有哪些门道 你了解这个以后你就知道 国际新闻中有很多外行人看热闹 内行人看门道 都有很多台湾话 或者米南语讲的眉眉嘎嘎 我们再看第三条新闻 LUNA 2.0 LUNA是什么东西呢 稳定币 另外一种加密货币 5月9日的时候 它才暴跌99% 但是前天重新开张 进入了LUNA 2.0版 我们来看这张图 这张图所显示的 就是今年5月9号 连跌两天 跌掉了99% LUNA币的创办人 这个韩国都公开宣布 LUNA币清零 归零 就是所有的投资人 赔的意文不明 全部都没有了 你的财产 不管LUNA币过去的市值 曾经一度高达400 111美金 那现在是零 但是过不到半个月 它又重新开张了 进入到LUNA的2.0版 这张可以看得出来 2.0版叫做Terra Classic 或者LUNA Classic 这个Terra就是LUNA币的 它的一个系统平台 也就是稳定并的一种 特别的交易体制 万米哥曾经讲过 这个LUNA跟其他加密货币 不一样的地方 它基本上持有一定的 有价资产 包括美金 包括比特币 包括以太币 等等等等的 形成了它的信用基础 然后在市场上进行交易 但是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5月9号跌到一文不明 然后11号老板说清零了 但是现在居然又重新开张 这不像是一场赌局吗 的确就是赌局 我们看这个Terra Classic 跟LUNA Classic的行情 还马上就有人交易 新开张的这个2.0版的所有人 就是原来LUNA币跟Terra币的 这个所持有的人 就是昨天我们赌输了 今天我们重新开赌盘继续赌 这就是一种赌徒的心理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俗话说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草神 那这些人怎么不怕呢 他运用的就是赌徒的心理 赌徒永远有一种心理 就是会沉溺在过去赢的 这种幻想或者局面之中 所以有人讲十赌九诈 九赌必输 但是对赌徒来讲 他永远认为他有翻盘的机会 只要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财烧 随时都有机会 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很奇怪 那加密货币是一场赌徒的话 是一场赌局的话 那难道马斯克 他也是赌徒吗 因为马斯克也买了很多比特币 以特币 狗狗币等等的 那很多人都认为 其实买加密货币 跟赌博有什么差别 万民哥跟大家讲 做生意还真的要有一点赌性 万民哥替大家找了一个 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这个人叫做曾玉群 曾玉群是谁呢 就是林德时代的老板 你进他的办公室 他都挂了一个他的作用名 赌性坚强 他做生意就是靠赌性 那有人就觉得很奇怪 你为什么要靠赌性呢 你能不能挂一个爱拼才会赢呢 这个闽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 因为曾玉群他是福建人 福建人有一个地方画 叫做爱拼才会赢 后来被台湾人写成首歌 爱拼才会赢 在内地其实这个首歌 也流传得非常广泛 但是曾玉群讲得好 他说拼是劳力火 赌是脑力火 要靠脑力赚钱赚得才大 所以这些做大买卖的人 他们的大脑脑下垂体的分泌物 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 这是每个人做投资 做生意的选择 那你自己呢 最重要的是 对自己的任何决定呢 要能够负得起责任 然后能赚到钱才最重要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 感谢观看